梵蒂岡电台讯 前来罗马参加奉献生活年闭幕里的男女会士们 于2月1日上午 在梵蒂岡保路六师大厅蒙教宗方济各接见 教宗在接见活动中 勉励度奉献生活的男女会士们 躲避流言蜚语的恐怖主义 无疑恋金钱 却要祈求圣兆的恩典 教宗强调 严格听命既非军人士的服从 也非出于纪律的要求 而是出自内心的奉献 效法那贬义自己 取了人的心体 听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的天主圣子 教宗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 交给圣座修会部部长德阿维斯舒基 向在场的男女会士们 及时说了一番发自心底的话 他向他们提出三项要求 说先之话 接近人 保持希望 关于说先之话 教宗表示 耶稣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没有号召自己的追随者 顽强抵抗他们的敌人 却选择了服从天父 说先之话 就是告诉人 有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一条使你充满喜悦的道路 这条路正是耶稣的道路 是接近耶稣的道路 说先之话 是一份恩典 一项神恩 我们必须向圣神祈求这恩典 使我们晓得 在恰当的时候说先之话 在恰当的时候 做先之性的事 使我们整个的生命 都说先之话 成为具有先之性的男人和女人 因为我们必须 因为我们必须 中文字幕——YK